瓷牌中的人物 资料图片 Wikimedia 瓷牌一秦娥弄玉 秦娥本指古代秦国女子弄玉 传说她是秦木工营任好的女儿 弄玉是秦国的公主 精通英律后成先得到 资料图片 Wikimedia 一秦娥 萧生烟 秦娥梦顿秦楼月 秦楼月 年年柳色 霸凌伤别 乐游园上清秋节 显阳古道 殷辰绝 殷辰绝 西风残兆 汉家灵雀 瓷牌 于美人 于姬 于美人调缘为唐校方区 出勇将于宠姬于美人 应以为名 于姬是西楚霸王项羽的妻子 随项羽自杀 资料图片 Wikimedia 于美人 少年听雨歌楼上 红竹昏罗杖 少年听雨课周中 将阔云堤断 断烟叫西风 而今听雨声如下 并以心心也 悲欢离何总无情 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慈牌谢秋娘 谢秋娘 宰相李得欲为王妻谢秋娘所转 后因白居 亦能不义江南而改名 亦江南 谢秋娘起舞 资料图片 Wikimedia 亦江南 江南好风景就曾安 日出江花红圣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义江南 词牌缓西沙 西施 寒西沙 唐教方屈明 因西施缓沙 于若耶西而得名 后用作词牌 若耶西判 西施 缓沙 资料图片 Wikimedia 寒西沙 默默清寒上早楼 小鹦鹉 赖似穷秋 淡烟流水化平幽 自在飞花 青四梦 无边词语细如愁 宝连仙挂小银沟 词牌念奴教念奴 念奴教著名词牌 得名于唐代天宝年间的一个名叫念奴的歌迹 念奴虽为一介歌女 她的名字也流传至今资料图片 Wikimedia 念奴教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顾磊西边人道士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金涛拍案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宫景当年笑悄出嫁了雄姿阴发 语 善观经谈笑间强鲁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音叫我早生滑发 人生如梦 一尊海泪江月 词牌宇林林杨贵妃 也作宇林林相传马为兵变后玄宗北海一路上风雨吹打荒乱的精灵 玄宗因悼念杨贵妃而作词曲 马为破异别后的思念流传千年 何处杨柳暗小枫残月 此却今年应是良辰好景 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词牌昭军院王昭军 细亡以其女县之原地地不知性 曹操怯怯的琵琶到不敬昭军的哀怨 资料图片 Wikin Media Say Go 周军院 谁作环衣三弄 经破绿窗幽梦 行月雨绸烟 满江天 欲去又还不去 明日落花 飞絮 飞絮送行周 水东流 磁牌注音台 静注音台 今屋中有花蝴蝶 盖局度所化 同儿一壶梁山伯 注音台云 注音台 为了追寻自己的如意郎君 最终与其化为一双蝴蝶 网 落图片 咒音台静 宝钗分 桃叶渡 阴柳暗南谱 踏上层楼 时日久风雨 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 更谁劝提音声注 并编曲 是把花补归其 拆三又重数 罗杖登昏 哽咽梦中雨 是她春带仇来 春归何处 却不解 带将仇去 磁牌 乌山一段云 乌山神女 乌山神女 相传为炎帝或王母 之女 本名姚姬 为嫁而死 葬于乌江山 惊魂化为灵芝 相传乌山女神 是王母的第三个女儿 资料图片 Wikin Media 乌山一段云 古庙一清障 新宫枕壁流 水深山厕所装楼 往事丝悠悠 云与朝海 木烟花春复秋 庭园何必进孤舟 新客自多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